我覺得特別是它就是有一些 它的畫面都很慢 然後它的家庭生活上 就是反覆的在出現 巧蓮智的步調比較快 對小朋友來說 因為它比較著重是DVD音樂 所以對他們來說刺激 可能會有點強 那小太陽的步調就會稍微再慢一點點 而且它比較貼近生活 小朋友的生活周遭的部分 我覺得小太陽是比較 我覺得蠻藝術性的 就是它可以從各方面去 去讓它學習很多東西 就是比較生活化 讓它可以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我會先放CD 還沒看書本之前 我就會先讓它可能早上在吃早餐的時候 就整片CD先放 讓它先聽 那聽一聽之後它自己會有畫面 基本上我不會去強求說 它每一次收到這本書的時候 它都要把所有的內容都看完 我們反而是先翻到背後 然後就是讓他們選擇說 你今天想要先看哪一些單元 培養習慣看書 所以我吃飯的時候一定會放CD 它就會熟悉 就有點像背景音樂這樣子 去餐廳吃飯會有一個音樂 我都是用床邊故事耶 就是其實要睡覺之前 其實它每次拿到一個新的雜誌 它都會很開心很興奮 它就會一直要求我一定要念 有時候在雜誌上看到的一些東西 它吸收進去 它在日常生活中 或是有時候在路上 它會馬上想到 它就會跟你講 故事小屋它們很喜歡 所以它們每次都會很嚮往去聽故事 它們就會覺得 比較有想像力空間一點 其實我發覺我跟它念過的一些故事啊 它自己沒事的時候 它自己會翻來看 它自己看一看 也會開始跟我講故事 有影片 有DVD嘛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教小朋友情緒 就是生氣啊 或是難過啊 我覺得小太陽的部分 是它會去想一些 就是比較 心理層面的東西 我覺得我還蠻在意它這個 然後我也很想要了解它這一塊 小太陽四到七 它是用CD的 那一般坊間的 它是用DVD的 那我覺得那個對小朋友的 第一個視力不好 第二個 我是希望它可以用聽的 來帶動它的閱讀 每一個月 讓小朋友收到這些書 它們會有那個期待的感覺 像它們就是每個月都會想說 欸我的小太陽來了沒 其實我覺得父母親如果 願意陪小孩 我覺得的父母親 我覺得其實都 小太陽其實對家長都蠻有幫助的 我覺得媽媽訂了 你就要必須花時間 去陪她看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比較適合它們的月齡 就是雖然它是很簡單 而且它的畫風 我也比較喜歡歐美的畫風 然後比較貼近生活 小太陽是一個 融合很多 它其實可以融合很多 像國外的一些 插畫家的一些風格這樣 我覺得小朋友可能是 視覺上它會比較 然後活潑的畫面 我就是 就是給它一些刺激啦 都有一直習慣共讀的家長 我覺得訂閱小太陽隊 我們來說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請問為了 我希望你會不會 接觸心 你又會不會 我會不會